善惡到頭中有報 上星期視完阿影說要看《無名》之後 那星期終於輪到我了 就要看《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 看到我拋頭又是一套 怪羊頭賣狗肉的電影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片頭之後就告訴你 大家好,我是01 這是一個專門評論《歌影視》的頻道 我們頻道會定期推出一些 推介劇集或電影的影片 如果有興趣接收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你訂閱我們 加入我們支持一下 我們最近還開了一個IG 偶爾會發出一個故事 想和大家揮揮一下 但追蹤人數很少 希望多些位置一下我們拍白白的弱小心靈 今天要說的電影 就是《中國乒乓之絕地反擊》 第一個Poster 我真的忍不住感嘆一番 現在是不是真的 每一套大陸電影 我都一定會看到不驚先 黑串也好 是要出一兩下鏡的 是不是在玩Multi Universe呢? 電影就說是真人真事改編的 但我入場前不知道 如果你不說的話 我以為是漫畫改編的 再說下去是劇透的 如果你介意 你就去看完 回來再聽我們說吧 但如果你又不太介意的話 我們就可以開始了 先說一下故事大綱 話說大概90年代初期 當時的中國乒乓男隊 正直在低潮時期 我們的傳奇教練 放在羅馬的高薪後職 都要回來國家體育館 帶中國的藍丹 就打算拿回杯賽冠軍 揚然在兩年之內 就要拿回那個 不知師不知什麼杯 總之是在乒乓波界裡 一個很舉足輕重的杯 我猜 他就募集了一班大家都看不起的 雜排軍組成了他們的團隊 日夜訓練 教過外國隊 他完全抨棄了國家傳統的教法 就用他暫身的訓練方式 去訓練這班人 可惜天義未盡於人意 結果在一次大賽中 他們是痛失冠軍 只是屈居第二 結果政府直接在原地下令他們整隊解散 結果在操作之後 他們再有一次可以衝擊這個杯賽的機會 結果就贏了 拿了杯 絕地反擊 那片尾就有展示 傳奇教練的真人的照片出來 但有多少是真 有多少是改的呢 我都難得考究了 為什麼我會說像漫畫改編呢 因為其實他的格式 真的好像黃道漫畫式 有個自己拿不到冠軍 失意的運動員 又跑去做教練 結果非常成功 轉奇到各個國家都搶著要簽約他做教練 然後回到國家之後 就找了一班集牌軍 組成了一個隊伍 個個都看不起你 打到紅心壯志好像很有機會 結果一出去打 人人都看不起你 又笑你又成 結果真的輸了 怎麼知道大家的熱血沒有被淋 大家一起燃燒他們的青春 再次衝擊大賽 然後擊敗他們一直都害怕的大魔王 啊 之後大家贏了 啊 好熱血啊 當是一個漫畫去看 我覺得都還可以的 雖然就很公式 但是如果是作為一套運動電影 我覺得就不太收貨了 我覺得最致命的一點 就是我看完之後 完全對冰冰波一點興趣都沒有 就是你看完點五步 你會想打棒球 你看完Slamdown 你會想打籃球 看完Hollyland 你會想打架 主要在電影過程裡面 他會讓你體現到 運動的樂趣 甚至無論對錯都好 他會傳授一些技術給你 布置或者手勢等等 就是你看完之後 你都會記得 左手指示輔助這種說法 對吧 因為觀眾一定要對運動有興趣 你才會有興趣繼續看下去 或者更投入在電影世界裡面 因為你會和角色一樣 開始慢慢認知到這個運動的樂趣 但是這套電影 我覺得大問題在 他很赤裸地跟你說 國家運動隊裡面的運動員 其實不太喜歡那個運動 對他們來說 要做好那個運動 就是完成他們生命的使命一樣 做不到 你就是跑回去做一些雜工的事情 靠老爸老母的 就飛去外國 沒有東西靠的話 就回去鄉下那裏開個車仔檔 過程那裏 他就是把一大堆專業術語 不斷扔來扔去 什麼石球 什麼狐圈 等等 說完之後 你大多數都不明白 到底裡面的演員 即是運動員 其實他們在做什麼 或者對抗什麼 你不明白他們一會 敬如遠之 那個對手 到底厲害了在哪裡 又或者他們最後用什麼方法 去打贏他 結果 乒乓球就由配角淪為Kerner Fair 我很負責任跟你說 其實裡面的角色 不是打乒乓球都可以 裡面班友 打邊爐都可以 我跟你說 教練會一臉正經的跟你說 瑞典佬最怕就是Sharpushap 然後再錄羊肉 我們決賽的時候 還要用1點羊肉去打贏他 到時你用你慣常 35度角地把羊肉丟到滾水 然後45度角出回來 再馬上點麻醬 到時脂肪就會溶解 蛋白質就會產生梅立反應 氨基酸就會變成氨基甜 然後綠土中的肉 就放在慣常拿筷子的手 就是這樣 因為整套東西的主體 根本沒有想過放在冰泵身上 整套東西由中國冰泵之絕地反擊 變成中國之絕地反擊 一開始又是被全世界都看不起 甚至都是亞洲人面孔的韓國 這個評述還要笑你 就說你想贏啊 你當然是在做夢了 之後又要被那些鬼佬 鬼婆針對 上至乒乓波泵用的膠水 下至到你在現場的時候 就被裁判針對 當全世界都看少你 針對你的時候 你可以做什麼 絕地反擊 我不知道這套東西是有心還是無意 其實它是說出國家運動員的悲哀 他們從小到大 最寶貴的時光 就完全投資和奉獻在他們專注的運動上 運動場上可以贏的人 只有一個 所以你的對手不是其他國家隊 就是你國家隊裡其他人 做了那麼久 發現自己不是冠軍 隊友才是 你就越排越後 連後備都沒有你做 結果你就只可以自己 執包服走人 但問題來 你什麼書都沒有讀過 什麼都沒有學過 你可以去做什麼 就是那些搬搬台台 出賣努力的苦工 完全是用完職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戲裡面 有些角色 他們對國家隊這三個字 都有點厭惡 你我想起 之前看過類似紀錄片 就說 真是中國那些體操運動員 即是從小開始 就把你當毛巾 扭來扭去 一面哭 一面扭 就當你衣架 屈來屈去 屈完一輪 發現大哥 你沒什麼天分 就把你丟到一邊 我記得在那個紀錄片裡面 那個男生 就是他國家隊那裡 被人逐了出來之後 結果他就流到街頭賣藝 不知道他在裝毛巾 還是裝衣架 總之在馬路中心 扭來扭去 轉來轉去 但其實是否全世界 都是這樣 刻薄自己的國家後備運動員 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這套 中國打邊爐之絕地反擊戰 其實真的沒有我想像中 那麼難看 是真的 跟我一樣 去打邊爐 叫點羊肉 都被人叫去帝袋 坐的你 歡迎CLS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更加可以superfans 不斷支持一下 我們的channel仔 我是01 希望下次再見到你 好餓 拜拜